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海邊的保麗龍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希望把保麗龍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我們不希望它直接就進到粉化 我們希望它可以好好回收 但是我們選的是小島很難抵達的 有一些地方需要步行要走路的 所以我們就變成設計到小島去淨灘 到小島去淨灘我們就會做一個背包 做一個背包讓保麗龍可以好運送 運送上來之後直接就地溶解 然後再運回台灣 再運送上去 大概打包一次要多少 你們壓縮大概一次要多少量壓 應該也要五六噸 我們真的需要當地的回收商合作 因為我們才有辦法搭整個圈子兜起來 然後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情 是 我再跟那個老闆講一下 說真的你們真的很重要 沒有你們幫忙 我們真的其實想盡辦法 問了很多電話 都沒有人要理我們 你也真的不親於我 那時候去找中育居 去虎溪的那個車也滿滿的 我們自己在啊 不然那些誰 中育居總管處理 一筆球就可以啊 一筆球就可以啊 沒有法規上他們一定找到法律支持他們 但是他們絕對可以處理 我們好爛喔 怎麼這麼爛 怎麼這麼爛 他說這個跟漁業有關 他們不能收 可是這個都是壞掉的漁線啊 這是 這是一般廢棄啊 對啊 就跟那個啊 保麗龍不能回收 按著分 一直分 對啊 保麗龍這一袋不能回收 那我就分十袋 然後撒一點一般垃圾 然後就回收了是不是 超誇張 什麼都不存在 蛤 請問她 好 好 很 是 我 這 對 我 感谢观看